为了北市警用监视器案 前后任的台北市府持续护杠 何文哲在昨天在脸书曝光了任内最后一份公文 怒呛蒋万安别跳针说是他调高费率混淆视听 为了谢泽说谎 质疑为何蒋万安要配合议会不合理的诞书 而台北市副市长李四川跳出来反击 说这些都是因为柯P八年来的末世 市民要的是解决问题的市长 不过何文哲今天再酸蒋万安不敢出来面对 也像李四川说 简单的事我早就做了哪个人的道理 脸书售出台北市长任内最后一份公文 就是警用监视器案 特别提醒复议案决议结果仍有至爱难刑内容 更直接批示 该诞书实际为财团勾结议会 榨取国家财产之恶行恶状 必须公告于是予以遏止 时隔一天柯文哲对蒋事府还是一肚子气 你为什么要配合议会的诞书 你为什么要配合厂商的要求 而且是不合理的要求 把所有台北市政府的摄影器 全部改成三美格 错就错了嘛 你要规扯什么费率所定的 对啊 同样的费率 为什么你要多九千万 这才是问题的 和蒋万安良度激变后 副市长李四川也参战 脸书呛科 因为八年的末世 才导致今天的结果 柯文哲也立刻留言回籍 却被反酸 市民用的是一个可以解决问题的市长 请把说谎两个字吞回去 为什么三美格费率订到了两千两百元 八年内没有任何作为 江胜甫硬起来 反击科是否任内 走定下监视器贷款计划 到去年完工淘汰了一万七千多支 也需要三美的网路传输费 有做报告 说不需要全部改成三美格 条约是陶龙兵定的 台湾还是一个法式的国家 我也不能说我看你这个 这个约可能以后 就把你停掉 所以我只能进我最大的力量 去监督它 简单的事我早就做掉了 哪里轮到你底四川的 北市警用监视器从议员遭报收贿 扩大成前后任市府战争 接台北嘉义综合报道